我們市長立志出訪的時候 除了我們市府的團隊以外 它相關的我們地方的四三大佬 還有社團跟隨的團隊的名單 或者名冊有沒有 或者這部分的資料有沒有 結果給這個完全不是我所要的 所以沒有必要在意 我不知道我們人事處是沒辦法提供呢 還是說你不得提供 還是有其他什麼苦衷 所以說這四分資料不是我所要的 我要的不是那麼複雜 其實我要的很簡單 我要再了解說 我們市長每次出訪的時候 我們地方的私生社團跟我們隨市長出訪 他們的功能所在在哪裡 那這些團體跟隨了我們市長去 它所得到的一些效果 會幫助我們市長有什麼結果 結果完全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所以不是我要的啊 所以我退回去 所以我對於本席所要求的 我不知道你要怎麼來過一個說明 我們林美玲的議員 主席喔 我要的更簡單喔 我也不要你什麼四身 我要的只是說 你在這一次考察 在當次考察 你的團員的名單嗎 就使用的那個預算經費的那個團費的名單要給我們 對不對 我要的更簡單 這是一個團員團費 使用那個經費的團員團費的名單 這一點 第二個那個經費的來源是哪裡嗎 別人不要監督那是別人的事情 但是我要監督啊 我們每一次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為了這個科室啊 這個局出要不要出國 出國它编了一點點的二三十萬 我們就一直罵的要命 或者是我們監督的要命對不對 那這一次市長一出去就用了五六十萬 真是九十幾萬 你總要告訴我們預算的來源啊 科目從哪裡支出嘛 挪支嘛 我就要的這麼簡單 而且我針對的就是議題 我針對的就是他出去的那個 我沒有跟你要別的喔 你為什麼不不留出來 為什麼不不交出來 你既然能夠寫出這個報告 這個報告裡面的話 難道沒有嗎 你寫出這個報告 報告裡面就會有了啊 你你早上的拿出來 給讓你講話的那個裡面 應該就會有的吧 為什麼你不拿出來 這麼難嗎 你去核銷叫那個什麼 核銷的那個那個審計室 還不是審計室 會計室嘛 不是 會計室你報告啊 不用人事事報告了 會計室你報告 他錢都已經拿走了嘛 不是核銷了嗎 請會計室報告啊 你會計室要出來報告啊 人事事你不需要啦 你會計室出來報告啊 我只要五次啊 對不對 這個六月二十一 錢都給你拿起來 你不知道什麼給你拿錢 對不對 你核銷難道那麼那麼輕鬆 就讓他核銷了嗎 人事事要出來 那個會計室出來報告 請那個主席財司喔 請那個會計室出來報告 核銷一定有一個核銷的來源嘛 對不對 有幾人用嘛 難道沒有嗎 我們議員核銷多難啊 比你們難多了 對不對 自己花了一二十萬的話 最多就十萬 而且還給你東挑西挑的 會計室你自己講嘛 到底是誰跟你要的這些錢啊 對不對 那個秦主席財司讓會計室報告 謝謝 好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這個議案 我們這個報告 因為我跟秦曾秦元解釋一下 外面事生的那不屬於我們人事事的管轄之內 所以他無法提供 那麼我想那天民政處處長 我想他都有參與 是不是能夠請他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是一點 第二點呢 剛剛我們旅議員要的資料 我們旅議員要的資料 要不然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這個案子先行 就是說我們先討論下一案 我們希望針對這個 你們現在趕快打電話回去 趕快準備資料 來給我們議員同仁 這樣大家說好不好 洪生有洪議員發言 秦曾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我是贊成這個案子先隔著 先討論下一個那個議案 那麼在這個議案的這個部分 我想說我們也將前市長張通榮 他在任內的所有的出國的次數比照辦理 那我們才有一個比較 因為我看林市長他一年半出國 一共才八次 如果平均下來一年也才五次而已 一年才五次而已 那麼我們記得在上個 上個那個那個議期的時候 我們張市長一年出國是算 算二位是兩個數字以上的 那跟我們的現在的市長 一年才出國五次 這比較起來天差地遠 所以本席認為說 這個案子 我們應該跟前一任的市長有所比較 所以我也想說請議長財事 就是我們市政府將過去張通榮市長 所有的出國次數跟應用經費跟團員一樣比照辦理 我們現在請請議員發言 謝謝議長 剛才議長的說明 說這是屬於外面的社團市政府人士沒有資料 但是我要想瞭解一下 那每次市長出團的時候 透過一些我們的社團跟隨 還有我們計畫人士跟隨 這是誰邀約的 這是誰邀約的 邀約總是有一個對口吧 那對口總是手上有資料吧 那今天人士是不是你邀約的 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林市長或者我們林市長 這到底是誰對口 是誰替我們市長邀約這些人士隨團的 我今天不是對這些人士隨團有什麼的疑慮 而是我是要瞭解 誰邀約的 邀約這些人是不是他 是在於人情之下不得不跟隨的這種情況之下 跟著我們市長去出國 回來之後心中大家要有萬分的怨言在心頭 不敢說而已 我說以後是不是這個部分 只是用藉這個機會提醒我們市長單位 不管誰出國 除了正式的團員出國以外 盡量避免用人情的方式去邀約一些地方人士 或者社團去跟隨 既然是考察 就單純的純粹是地方考察 市政考察 本系是沒有意見的 只是不需要說把所有地方的人士 所有地方的社團這些 帶到國外去去獻要你的官位 有其必要嗎 所以說總是有一個邀請的單位對口 請你把這個所謂的邀請的對象 還有你做個報告 為什麼要邀請 邀請你認為他們的結果是怎樣 效率是怎樣 我想這就是我們應該要了解的 今天不是對於出國與否的問題 而是整個社會的觀感不好 社會的觀感 社會的觀感 所以本系的意思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待會是不是請我們議長可以問一下 到底是哪一個單位出面邀約的 請他來說明一下 我跟各位議員說明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先各自 就是說我們先討論下一案 我們現在準備 所以就是我希望各科室如果是主辦單位的話 希望他把資料補齊全給我們議員同仁 大家這樣說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再討論這個案子好不好 只要他送到我們手上 你們隨時舉手 你們跟我講說我們現在要討論了 我們就討論好不好 對啊對啊 我意思說那有的沒看到 有的沒 萬一有漏失掉的話 反正等他資料送來我們就討論嘛 對啊所以說我現在叫他們趕快去準備啊 我想這一個小時一定可以的嘛 因為他們要求不是很複雜的好不好 這個檔案調一調就會有的 對對一併送來一併送來好不好 那個蘇仁和議員先你你 來我們 議長謝謝 我想吼 我們在討論情勢這五報告這個案子 那麼大概應該無非就是要想說 市長那麼這一年半來 那麼出國的次數 那麼他的出國之後 然後回來能夠會基隆市 那麼的建設觀光或是其他人物這一些 能夠有多少多少的成效 那麼現在變成說 還需要一些團員 要團員 我想從上一屆開始到現在 也是都有這些所謂 前面市促進委員會的委員 那也許就是人不大一樣 那要的話 我們就請市政府提供這一次 這一屆 從市長上任之後這一屆的姐妹是住進委員會的委員名單 給我們同仁知道這樣不就得了嗎 那至於說他的 他的這些經費的來源或是怎麼樣 我想我們也可以請主機市提供給需要的同仁來瞭解 那作為他們在下個禮拜要總執行的時候 那他們就可以執行啊 才不會影響到其他我們同仁的責信 提出來這些討論的案子 這樣就比較好辦啦 他們提供給他們要的 不要一下子印了一大堆 每一次我們開完會後面都要叫環保局來收的那些 我們不是要提倡這些環保嗎 那紙張的話哪個同仁要你們自己說就給他就好了啊 這樣繼續來再說啦 如果他們有資料 然後就可以在他們總執行的時候 那用他們總執行的時間 自己拿出來做為總執行的資料來執行 我承認說這樣好了 你如果叫市長說一下 市長不是說要叫誰說 他說好他這幾次去後面會對家人會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效應這樣就好 你村子的自己有一所之意 後面後面這路去就變了一些人 後面對我議員都不能說 現在後面讓他們去做這順 不然這個案子就要一個來一個去一個來一個去 總是一些人在做為總執行的事件這樣也不好啊 我的意見是這樣啦 好我們現在請呂北林議員發言 主席 首先這個案子提案人士本人 本人呢提案的案由是本市林市長 怎麼可以你把那上一屆 如果我要挖李靖勇的你要不要把我全部大水庫的案子全部弄出來給我 對不對 所以請看清楚題目 這是首先第一個 第二個我今天是在報告事項裡面做質詢 而且做監督 你怎麼可以剝奪我說叫我自己去總質詢 那如果這樣的話那我是不是也提案你每一個人 什麼人提案 我就說你也是自己拿你自己自己拿去就好了你不用來來做報告事項嗎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可以這樣子嗎 你要剝奪我我還不想讓你剝奪勒 你真的想說我這就是聽不下去對不對 我不敢給他信 我不敢監督對不對 我會怕 你不要來聽就好了嘛 你怎麼可以剝奪我 而且在這個報告事項裡面 我們現在金融市議會是公開透明的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經由網路全國全省播出的 我們不像是那個市政府對不對 閉門會議一堆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邊講的就是要讓整個金融市民都看得到聽得到的嘛 總質詢的話是我個人 但是這個不一定啊對不對 怎麼可以說我提的你就說啊你自己拿去拿來看看 那我們就不要有報告事項那麼聽話那麼乖乖牌那麼護航的話 就不要了嘛 沒有一個議會像我們這麼乖了啦 已經不錯了對不對 所以呢在這邊還是一樣喔 該拿出來就拿出來 該受監督的就受監督 不想監督的人自己就倒回去就好了 對不對 不要去剝奪別人的權益嘛 而且我跟你說 你要多少錢我就做多少的事情 對不對 人民的納稅錢 那我每一個月裡 說多不多 說少也不少了 我總是要盡心盡力做事吧 所以呢拜託那個主席喔 才是該拿出來就拿出來 這件案子的話 今天 這件資料拿不出來的話 沒關係 民生還是要繼續審啊 謝謝 好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那個洪議員讓我講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們是站在一個監督的單位 當我們議員有人提出來的時候 市政府是應該要把所有資料提供出來 讓我們了解嘛 這才善盡監督之責 那麼我想說這個案子呢 我們先擺著 就是說明天早上 我們讓他有多一點時間 把這資料 整理齊全之後 然後明天早上 我們第一案就討論這個案子 大家說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洪森永 洪議員 謝謝主席喔 其實這個報告事項喔 這個題目雖然是第18屆 林市長的出國次數 但是很多事情還是要經過比較 才能夠知道說 這一屆的預算到底用了 到底有沒有超出有沒有過分 所以說我們還是希望說 上一屆 張市長的部分 應該一併要呈現出來 我們才知道說 林市長你一年出於5.3次 上一屆的平均一年是出去多少次 那運用的經費呢 跟他的人數呢 才能夠有一個比較 像你吃水果的 你都沒有吃百顆口吃 這顆你為什麼它是好吃的 反正會一顆口吃也不一定 會一顆口吃也不一定 你光看這一屆說 林市長你到底出國次數多少 他的效應怎麼樣 我們應該來比較嘛 只知道我們到底做得好還是不 搞不好 上一屆林市長資料拿出來 他都沒有出國 我們就說林市長你一年出於5.3次 你出於太多次 那搞不好拿出來 平均一年是25次30次 那當然相對的 我們這次就配 結果要再鼓勵林市長 要再再出去了 促進國民外交啊 對不對 我們基隆區 有時候也是要透過這種 城市的交流 才能夠帶動我們基隆市 的一個觀光跟一個產業啊 據我所知 這次做友人我是忘記了 但是我聽很多同仁跟很多朋友在講 既然日本那邊港區也掛一個大布條 歡迎台灣基隆市市長林又昌 帶團來參訪 這個也是促進國民外交啊 這麼好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鼓勵 所以說本市是希望說 這個資料 上一屆的也要拿出來 不才有辦法比稿 到底是不是林市長你出國出事 太多 還是說林市長你出國的情緒 太多錢 需要再出鼓勵 所以我們本席是希望說 明天的那個資料 應該還是要將張市長的資料 一併送達 讓所有的議員同仁 才有一個比較 以上是本席的建議 好 本席是尊重每一位議員的提案 跟建議 那麼所以做成 就是說明天早上 我們第一案討論這個 希望各局處有參與的 好我們涵了請涵議員 本席早上提出來是四屆 要求四屆都拿出來比較 不是這兩屆比較 應該是很清楚的 但是呢 其實 呂議員講的完全正確 我們在質詢的是這一屆 但是四屆拿出來比較一下 來看一看 好不好 我們來瞭解一下 謝謝 我們一併把它提供出來 給我們議員 好 我們莊榮清中議員 會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我想 本席在這邊還是 如果真正要準備資料 還是準備一十八屆 一十八屆的就好 我想我們一句話 這些承辦人員 他要犧牲多少時間 去準備這麼多的資料 我想請大家思考 如果真正要比較 我想是應該跟其他縣市的 縣市長來做個比較 我想我們一定是不反對縣市首長出國 如果說出國能夠一方面做城市外交 一方面能夠因為當地的相關的一些建設 可以引進到我們基隆來 那對基隆來講也是很好 只是說整個出國來講 不管是公會是智慧 我想今天這個首長的話 我想是站在怎麼樣子的安排 他年度的一些相關的一些計畫 我想最重要的是應該是觀感的問題 應該是觀感 我們絕對不反對 每個不是只有首長 我想單位主管 或是本會同仁 我想我們大家對這方面 我想我們都有排這個時間 可能不管是公務考察 或是陪家人到這個 國外基地我想都有 但是次數 評量一下是不宜太多 所以說我在這邊建議 如果說要準備資料 還是以這一屆為主 其他的我想就不要 因為要準備了那麼多 可能會一些相關的承判人員 他犧牲很多時間來準備這些資料 我想可能是不太適當 好 我們張董會張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個人的意見 還是要以本屆為主 這樣都是扯兩屆四屆 你乾脆研考書去出一本故事 這個書本 歷史故事就好了 出本讓大家看 也不會去浪費時間 所以說這個 剛才我們本會同仁講 現在監督單位來講 現在全球網站都在看我們基隆市市議會開會 只要在家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當然啦 今天嚴格的監督 對市政絕對是有幫助的 我們也不要站在 當然啦 每個黨每個黨在 為自己的黨的 從黨成 從黨人員在 當然在講講話也 無口後悔啊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是一位來是一個監督單位 好不好 市政好不好 都是在於我們這個監督的立場上 所以本席啊 也是很認同 我們本會的 剛才我們莊議員所講 以本屆為主啊 扯扯不完啊 到時候要把總統再扯出來 再把其他限制到一起扯出來 要扯到什麼時候 所以說啊 這個 本席還是以本屆為主 不要忘了 我們是十八屆的 林市長 你也是十八屆的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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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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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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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做一个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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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有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南非 感谢观看 我们我们 是原船 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我们 他們處理這個油屋還要三連丹 只有所事還要三連丹才可以 垃圾也是一樣 垃圾你要到那個洪化廠去 巴黎的洪化廠 這個還是環保署 護署長在會議中心當下指示的 那麼一車一車的 載了好像是四五十噸的這些 沾到油的這些垃圾 到巴黎洪化廠那邊洪化掉 那個也都有三連丹 也都有三連丹 都已經處理了 在本市我剛剛有講 在基隆市在基隆港內 沒有留下一點油屋 也沒有留下一點點垃圾 也沒有留下一點點垃圾 那我想港口絕對不是你家的啦 港口是大家的啦 是大家全世界都這樣 你說他為什麼要選擇啊 捨盡求援啊 我剛剛在這邊就有講過的 平台船啊 它那條平台船長度75米 寬度22米 這個都航港中心那邊有資料 可想我知道那個平台船滿長的喔 可能我們這個會議廳那麼長 平台船那麼長 他在最近的腹肌漁港啊 沒辦法進去 各位如果有到腹肌漁港啊 腹肌齁 去吃海鮮你就知道了 他那個漁港啊 沒辦法 那個港口啊小小的 爺爺這樣而已 根本沒辦法進去 進去的話卡卡的 很容易碰撞 很容易碰撞 那剛好我們必沙漁港啊 比較大 我們那個開口比較大 他如果啊 用22米的寬度這樣進來的話 相當順利 相當順利 那太新的楊老闆也問過這個 日陽7號跟海月8號 這個船長 你們過去都停哪裡 他們說往年啊 我們都停必沙 他過去有停過耶 他過去有停過 而且啊 避沙有空的船席 有空的船席在 所以說 他們在避難的時候 他們選擇了避沙 選擇了避沙漁港 那因為基隆港 跟避沙漁港 也都很近啊 也都蠻近的 那我想 這個是屬於 基於海上人道的一些 救援工作 我想舉事皆然啊 何況 這個是我們國人耶 是我們國人 我們自己的 我們自己的台灣人 還有我們基隆 他要回來基隆 你說你不能回來基隆 你去台北好啦 啊這樣 這樣對嗎 啊外面浪那麼大啊 因為平台船 我剛剛有講過 他是沒有動力的 他很容易翻覆 如果浪大的時候很容易翻覆 如果翻覆的話 他裡頭上面啊 平台船上 有十幾個油櫃 充滿油櫃的 這些空櫃 那個櫃子 還有啊 一百多個太空包 那如果掉到海裡面的話 那是 會造成二次污染的啊 你看現在整個十門外海啊 那個沿岸啊 在處理那些油屋啊 那些當地漁民啊 每天在那邊刷刷刷 一直刷 用水刀刷 用水刀啊 還用手刷 一天兩千塊 做到這樣 而且還要經過檢驗 那個行政院長張山正棋 還要用手刷刷 你看看這個漁頭 你如果洗了有乾淨 或是不乾淨 用手刷刷一下 我想這個是啊 海上作業 人家海上的作業 他也經過合法的程序進來 也經過合法的包備工作 所有的 人家的垃圾也好 油屋也好 人家的處理得很完善啊 很完善啊 處理得很好啊 我們有什麼苛責的 環保局每天都頂在那裡 都頂在那裡 都頂在那裡 中的中船 都頂在那裡 給你看人家做的 我想大概是這個啊 案子是這樣 是我們基隆人在那邊工作 在那邊工作很多 大概有二三四個 包括現在都還在作業當中 都還在作業當中 好 以上 好 我們 呂美玲 呂議員 不是 我是這麼想啊 如果說 上來發言是 因為我們這個不是聽證會 也不是那個要 要廠商來說明會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 市政府的那個 官員要回答 我問的問題 而不是說我們另外一方在 好像我們現在在做三方的對談一樣 讓我覺得蠻浪費的時間 而且呢 已經混淆了我所要質詢的內容 所以呢 是不是等一下請那個 那個相關的單位能夠針對我所 質詢的內容來做回答 而且我覺得我們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因為現在真的不是聽證會 現在也不是請廠商來說明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樣的話會混淆了 因為這樣的話會混淆了我要質詢的內容 可不可以 就是請主席裁示一下 謝謝 好 我想 我們楊慈誠 楊議員 其實這個案子 我們中山區都可以聽到的聲音 聲音是怎樣講的 他說你們議員 跟人家承包這個工作 把台北市的垃圾 到基隆市來處理 這是我接到的一個投訴 我想市政府呢 你應該說明 為什麼台北的油屋 要到我們基隆市來處理 是什麼樣的特權關係 可以借用呢 台船的土地 台船的它的營利事業 是造船 造船廠事業 有包括油屋的處理 這一點我們是覺得很奇怪 是用到底用什麼特權的關係呢 能夠在我們基隆市 這個台船的土地上面裡面 去做這種事情 我想要去深入了解 市民有餘慮 我們希望市政府呢 您充分的說明 以上謝謝 我們現在請 我們產發處處長 您再詳細的報告一下好不好 謝謝議長 那有關那個李議員 再問說 為什麼會准他進來 實際上在一港瓦第15條裡面 也有規定 那當然就是說 在漁港當然是以漁船為主 但是實際上如果船舶遇到緊急避難的話 它不在此限 那因為你一個漁船 當然它緊急避難的時候 它是可以先進港 再後申請 原則我這個不是唯一的 這個因為在以前都有很多相關個案 那因為這個船 它既然海巷不佳 我今天如果說限制它進港 如果在外海那邊翻了船 變成政府這邊也變成不夠人道 可能也扛不起那樣的責任 所以原則上來 我們當然第一個就是防止它污染 第二個進來一定要收費 沒有任何的優惠 你既然要進來 那如果有傳席會的話 那原則上OK 我們會准許它進來 只是說因為進來的時候 可能在相關的程序 它還是要補申請 這個在緊急避難 我相信在每一個國家 應該都是有相同的 應該這個通融的條款應該都會有 所以我後來看到那個三港法裡面 包括那個餘港法第15條 三港法第21條 實際上都有 那可見不管是三港或餘港 這種東西是無法拒絕的 主委我剛剛有跟議員報告過了 它有危險物品 傳染病或是有可疑症狀 或是說它船體受損嚴重 可能會沉默 所以我可以拒絕 除了這些以外 其他真的沒有理由可以去做拒絕 所以它來 那我們該辦的程序也辦了 然後該收費的地方 也已經有繳費了 所以這裡應該是比較 沒有說有什麼可以詬病 那當然如果說 最好它是能夠先知會 那我們先了解 然後再主體它進來 那當然是 是最完美的 那是因為已經進來港 而且是晚上 考慮到我們遺傳的進出安全 所以我們就同意它 趕快先靠國 不要影響到我們遺傳的進出 那後續我們也到現場 去處理所有相關的 那也跟環保局一起去了解 所以這部分的話應該 政府這邊應該是已經 善盡的人道 而且也善盡管理的相關責任 以上報告 報告完畢 好 對於我們產發處處長 我們環保局 我們局長再補充說明一下 好 謝謝議長 還有謝謝所有議員 對本案的關心 那環保局在這邊做說明 第一 有關於那個德祥台北的 所有所產生的 這些廢棄物 包括它的油水 都沒有在我們基隆市 來做一個處理 這個第一個說明 那第二個 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說 吸油棉不是泡棉 因為泡棉只能沾油污 不能吸油污 那吸油棉就是純棉 所製造的像一塊布 大概大小是30乘以30 這樣的一個 是純白的 是用來吸油的 那 因為這一次的緊急的事件 有關於吸油棉 和沾油污的一個貨物 那 處理的公司 泰新公司 也取得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就是105年5月11號 新北環水至第105-080-010-017號 函同意進入巴黎垃圾焚化爐 我手邊有這樣的一個公文 然後說所以它的所有的 可以做焚化燃燒的部分 全部移到那個新北市的巴黎縫化爐 做一個燃燒 那後續有關於油水的部分 那早期都會在中油 因為後進的關係 它有一個處理場 因為後進的已經現在都停下來 現在目前只剩下民間的業者 那有關於翔德台北的油水 就是這些廢油水或者是重油 還有或有海水的一個部分 全部拖到高雄的一家處理商 來進行後續的一個處理 這第二個部分來說明 那第三個就是 不管是貨輪或是輪船或是漁船 只要是任何的一個船隻 在我們基隆 不管是在商港和漁港 都一定會產生所謂的相關的廢棄物 還有它一個倉底的底油 倉底油的油水 那這個依照相關法令 這些都不能任意的 在做以海上的一個拋棄 一定都要在基隆這邊要上岸 然後做一個後續的處理 我們有針對於 倉底油的一個部分 也有做查核 這些都依照環保署相關規定 都要報環保署 然後相關的一個廢棄物的處理 那目前也有針對於 那個商港法的一個規定 然後那個基隆港物分公司 都有做後續的一個垃圾的一個處理 那最後有那個李美銀議員有關心 這樣一個廢棄物 我們是依照合格的清除業者 上面有裝GPS 那我們看它的一個行駛的路線 就是從台船二號碼頭 一直到它該進的 不管是在巴黎的一個逢化爐 或者是高雄的一個處理商 我們都有做它一個路線的一個勾基 那最後也跟各位議員報告 有關於GPS 漁船這樣的一個事件 也是因為環保單位有去做一個集合 因為那時候有許多含流量較高的一個 的柴油的一個來影響空氣污染 我們才發現這樣的一個柴油 都是來自於漁船用油 所以我們才有做一個後續的發現 所以在這邊各位跟裕作報告 所有的這樣的一個廢棄物 從它在現場的一個堆質 我們每天有做一個相關的查核 從它在清運的過程中 我們有看到它的上車 還有它的清運的桶子 還有它的清運的桶子 我們這邊都有相關的稽查的照片 如果有需要我們可以提供給各位議員 以上做簡要說明 好 針對環保局跟產發處的說明說 我們楊時辰 楊議員 剛才講的疑慮 好像沒有回答 我是說巴黎的這些油屋 為什麼可以在我們基隆市這邊做處理 這一點我倒是不曉得 因為它確實把油包已經下了在台船裡面 後來人家捲取的時候到場的時候 很多的人在場的照片都有傳給我 所以我再問 這一個事件 為什麼會在台船 台船的4月體 它是造船廠 有包括借用油屋處理嗎 這一點沒有回答我 以上謝謝 好 我們林明志林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是不是有點騙你主題 因為如果以報告事項第七案 大概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這個平台船 托船 進入巴斗子漁港到底合不合法 那主管機關到底是漁業署還是我們產發處 其實我也只聽不到 因為我剛才查資料 主管機關好像是漁業署 那產發處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我麻煩待會處長再幫我們定義一下 那我講齁 第一個東西是 這些東西 這個平台船日揚7號 托船海業8號 它進去巴斗子做緊急避難 或者是說它不管有沒有緊急避難 就是你去巴斗子啪風啪雨 有沒有事法性的問題 有沒有通報海巡署 有沒有通報巴斗子安檢站 如果程序都做足了 就沒有問題了吧 如果程序沒有做足是不要檢討 應該是針對這個部分 第一點的部分 第二點部分齁 我覺得為什麼會騙你主題 我覺得環保局齁你太積極了 人家就跟你問說 在巴斗子有沒有涉嫌污染巴斗子漁港 結果你把船跟說到台船上去 二號碼頭廢棄屋的事 跟這個報告事項命題好像 多了很多東西 那我要講的第一個部分 如果依照海洋污染防治法的相關規定 這條船這兩天的時間 從4月11到4月12號 在巴斗子站置 你必須確認一件事情 他的東西有沒有下來岸邊 有沒有下來 還是都只在船上 都在平台船上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他在平台船上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造成汙染 如果造成汙染 你們有沒有依相關規定做財法 有沒有做罰款 如果都照相關規定 那這件事情就適宜了嘛 那我們當初的 我們講 大家擔心的部分 如果都不存在 那這個案子就結束啦 有什麼再在那討論下去 所以拜託兩位 你們把你們負責的範疇 再很明確的講清楚 他進來巴斗子 有沒有為師的部分 有沒有違反規定的部分 有啊不 這樣而已 再來就是 他有沒有在巴斗子漁港 造成巴斗子港的漁染 如果有 你有沒有裁罰 就這個部分而已嘛 這命題不就這樣子而已嘛 怎麼會越說越不越說越不 所以拜託兩個單位 你們把你們的權責講清楚啊 如果確定都講清楚 是不是這案子就可以了 就請主席才是 就進入下個議題 以上的建議 好 我們現在再請 我們展發處 林處長 針對 我們議員同仁的 詢問回答 謝謝議長 那個 謝謝林平之一做了垂巡 那個 巴斗子跟正兵漁港 實際上都是一例漁港沒有錯 主管機關是月屬 但是因為他是委託我們基隆市政府為代管 他在相關的預算裡面也有補助 也有人也有錢 所以他今天要進入到八斗子跟正兵港來聽火羅 原則上他是要跟市政府這邊去做申請 因為當天我們做到通知以後 因為剛好是鋼金座那邊 就是那個安全站那邊也打電話來 我們都互相聯繫 然後也到現場去瞭解 所以整個程序都完畢 剛剛我已經有說明 整個程序後補 但是因為這是緊急避難 因為海巷不佳 我們沒有拒絕的理由 所以我們就有找到一個傳席位 就給他去停 那後續的程序也照辦 然後那個繳交的費用也照繳 所以原則上我們這邊是完成 是OK沒有問題的 以上說明 謝謝 賴局長 謝謝議長還有各位議員的一個關心 有關4月11號八斗子的一個 魚港的一個部分 我們並沒有發現污染 也沒有接貨海巡 或者是港灣的一個管理單位的一個通報 所以我們並沒有做任何的一個採處 那有關於那個楊世辰 預作有在關心4月29號台床2號碼頭 因為據我這邊手邊資料是由航港局去核定的 他只是暫置並沒有處理 有關於廢棄物的處理 都需要到合格的一個處理場 包括風化廠和處理的一個單位 才有可以處理將關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廢棄物 以上說明 好我們呂美玲女議員 首先非常謝謝這個產發處 告訴我們那個 你是收到了人家告訴你 所以呢他們才來做一個後補的手續 這個是我要告訴大家的 今天為什麼提出這個案子 很簡單 也就是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偷偷默默進行的 然後呢我們的市政府呢 說實在不是神經不是很敏銳很敏感 在八豆子的那一天 八豆子漁港的那一天 為什麼會你接到通知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他們本來是要偷排放倉底油 所以呢漁民才受不了 否則大家都點點 你做的只要不過分 大家都點點啦 反正店頭沒要灌對不對 所以我才跟你講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麼 我們既然是身為公仆 都不去給他監督呢 如果他今天排放了 如果這些漁民也想說算了 算了 反正被人家死不完對不對 他就算了 你也不會有後補的這些程序啊 我是希望未來還是一樣 你設的一些漁港管理員 還是要努力一點啊 否則的話我們為什麼要分為 這是漁港 這邊是油氣港 這邊是基隆港 三港 我們為什麼要分呢 對不對 為什麼有大卡車 貨車還有自用車 就是因為 在正常普通的情況下 什麼樣的港 什麼樣的船就不要進來 因為它很容易造成傷害 這是一點 另外我要感謝環保局 想得想還有沒有到台船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來不及 在提這個的時候 但是你今天提出來 本來就要提出來的嘛 對不對 你已經讓全世界笑話我們了 你知道嗎 台北市新北市的人 真的笑話我們基隆 他認為台北市新北市的人 就認為所有的污染 所有的垃圾以後都要丟到基隆去 基隆就是這兩個城市的一個垃圾場 你們都是從台北來 你們不會去希望我們基隆變好啊 對不對 反正西北人嘛 一樣嘛 你們也沒有住在這邊啊 你們也不會去 去關心這裡的環境啊 我們只是很歐啊 假人人 殘害自己假人人啊 對不對 台北人就一直看笑話 而且已經把我們都當成不是人了 我們自己基隆人 還在殘害我們自己基隆人 賺錢沒關係啦 賺錢優秀啦 我跟你說 不能賺這種無量心的錢 所以非常感謝喔 今天還是感謝你們 至少你們讓我們看到的真相是什麼 謝謝 我們請我們市長答覆一下好嗎 回答一下我們議員針對此案的 我想剛剛的這個議題 都是剛剛兩位處長還有局長 已經答覆得非常清楚 這邊沒有補充 謝謝 好 楊時辰楊議員 我剛才問了一個問題 你把油污處理到中船 中船的事業體是 修船的工作 這裡面很清楚啊 所有的油包桶子 是通通通掉到 通通放在這個台船裡面 神通廣大 神通廣大 台船會同意 港務局也會同意 就我們基隆市 不知道 人家還是跟你舉發的時候 你買到道場去 我是說那個太陽 我沒有做到吃百合 但是今天有提到這個問題 我必須要問清楚 我們基隆市是專門在處理台北市 跟新北市的垃圾 我們本座請 你拿去 那些 那些 台船已經不夠用了 還給你用 為什麼 新北市 土地這麼廣闊 新北市 標道的案子 弄到我們基隆市來 人家還指正立立 所以這個案子 你們要查清楚 是你們是政府 跟人家有掛鉤 還是怎麼樣回事 你們要查清楚 這個案子 市民都知道很清楚 人家問我 問我算不知 所以我希望 剛才你們回覆的問題 誰通意 誰 到底 是不是能夠允許 任何的 所有的垃圾 以後通通放在台船裡面 或是放在基隆港裡面 或是放在漁港裡面 漁港是很純粹的 就是漁民這些 使用的東西 怎麼會弄出 這麼多的油汙進來 基隆市 就以後就處理這個問題就好啦 要不然還有基隆市 還有這個 賺錢也不錯啦 但是你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基隆市沒有錢 你還要談 有人在質疑 就必須要 說明清楚 誰準了 我們基隆市知不知道 有沒有跟你們報備 基隆市是不是準了 你說 海象不好 麻煩你把那天海象的狀況 拿給我們看 聽說不是這樣子 聽說不是這樣子 好 好 你要講 賴局長你要講 好讓你講 好謝謝議長 還有各位議員的關心 我跟楊勝議員報告一下 第一個 可不可以停台船 不是市府的一個權責 那因為它是航港局所管的 我每次從會議紀錄之後才知道 是航港局有同意 它可以停台船的二號碼頭 那第二個 台船它只是一個卸貨的動作 然後它只做一個 它這樣一個相關廢棄物的一個戰制 並不是處理 它不是處理 因為處理一定要拖到 比如像焚化爐 處理這些可以燃燒的 那這些油水 是要拖到可以做相關油水分離 處理的一個機構 這個是廢清法所有規定的 所以環保局都才會派員 在那邊去看他們的戰制 還有後續的清運 到最後我們去追蹤 它有沒有依照法規 有進到相關的一個處理場 那第三個 我這邊也要說明 我想所有的船隻都會產生廢棄物 那這樣的一個廢棄物 本來就受 商港法和廢棄法的管制 要到合格的地方去處理 如果它不在 它停泊了港來卸貨 那它就有可能到我們的外海 或者是我們港池做一個排放 所以我們有杜絕這樣的一個情形發生 所以不管是油輪 或是貨輪 或是任何的商船 或是漁船 它的倉底油 和它的廢棄物 都要在停泊的時候 要做一個排出 然後要委託合格的清營業者 進行相關的清印 那它不管是運到我們天外天去處理 或是運到巴黎焚化炉 這個依法都是可以的 以上做補充說明 好 呂美玲 呂遠 我們現在盡量剪短 因為時間 請問一下 你剛才說那個暫制 暫制依法的話是可以 但是呢 它手是有一個程序吧 程序應該要怎麼樣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還有你剛才再講一遍 那個錄音帶 我可不可以來提取你的錄音帶 就是你剛才所講的 你說可以放在天外天的焚化炉 你必須要把剛才那個東西 再講一遍 我申請你所講的這些的錄音帶 那個 我請那個議事主 你剛才講 可以放到焚化炉燒的那一片 請完整再說一次 然後呢 我在這邊要申請你所講的那一片的錄音帶 謝謝 好 再請我們賴局長補充說 好 謝謝議長 謝謝所有議員的關心 我想 李議員我這邊要講的很清楚 我剛才有特別要強調 不管所有的船隻 不管從貨輪 郵輪 還有我們的漁船 任何的商用船 還有產生的廢棄物 都要依商港法和廢棄法 做一個相關的清運 那它最後的清運的地方 是到我們天外天的焚化炉 或者是到巴黎的焚化炉 這個都可以 我並沒有指德強台北的任何的東西 這個我要在這邊做很鄭重的一個澄清 那錄音帶我也覺得應該沒有 我應該也沒有講錯啦 如果有講錯的地方 我在這邊做一個抱歉 然後也跟議員做一個很明確的一個說明 好 謝謝 好 暫自 那個局長 好 那我們當時這個 我剛才最開頭已經講 這是一個緊急應變的一個事件 然後他們拖到台船二號碼頭的時候 他們要做暫自 所以我們才去派人去做相關的一個 在旁邊做一個集合 就是最主要是要避免這樣的一個油汙 或是怎樣會影響我們的海域 所以我跟議員在這邊做報 我們就是有要求他們要做相關的一個污染防治 好 以上 好 我們議員如果沒人那個 我做成結論好不好 爾後請市府省慎管治及監督該類船之 停靠本市 俠袋管治餘港 廢棄污之佔治 亦比照為之 這樣好嗎 這樣好不好 蛤 好不好 好 通過 好 我們現在還剩下七分鐘 我們先行善會 我們明天討論第一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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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